上回我们说到青木脑海中渐渐有了白绝的神石,而红日也被紧招残忍杀害。 回到青池宫后,天奇与青木便对后池展开猛烈追爱,知道什么叫做团宠吗? 或许这就是拥有仙界与妖界上神宠爱的样子吧,但即便天奇已经将自己妖界的另余送给后池,可依旧抵挡不住青木的长寿面和深情告白。 人家赢在了六万年前的起跑线上,两人最后在北海甜蜜开启恋爱篇章。 下面带大家进入千古绝尘第25集到26集,天奇自知后池选择了青木,这结果与六万年前意识如出一辙,于是他便选择退让,回到妖界先行准备好对付吴幻的事项,毕竟如今自己的身份已然被吴幻知晓。 而天公这边,目光也知道青木与后池十分亲密,如今吴幻却要强行让锦昭与青木在一起,于是便劝导吴幻放弃此事。 可吴幻剑目光也不支持自己,随即便提起目光的愿望,也就是太苍神枪的事情。 如今,青木背负太苍神枪,唯有让他为天公效命才能夺来。 目光听后无奈地默认。 这边锦剑带着一众天兵来到青池宫,凤然见此直接拦下众人,只允许锦剑一人进入。 随后,锦剑与凤然和后池围坐而谈,却只口不提要找青木的事情。 凤然为此十分不满,不过后池在得知是无患交代的事情,顿时失去了兴趣。 之后,青木也来到这里,凤然便与后池先行离开。 锦剑向青木道明来意,而后池则在不远处偷听。 思虑过后,青木还是决定去到天公退掉婚事。 后池虽然同意青木前去天公,可依旧出于担忧便嘱咐青木万事都要与目光讲道理,一切还有青池宫这边在。 这话让人听着总觉得后池是不是与青木调换身份了,竟如此霸气,随后便目送青木与锦剑离开青池宫。 画面一转,天启找来森剑谈论事情,他吩咐森剑将冤林沼泽里的三手火龙放出,便给了他一缕自己从紫月身上提取的清纯神力,这样便能让三手火龙飞升上神。 既可以解决吴幻这个麻烦,又能威胁到仙剑。 画面一转,青木来到天公拜见天后吴幻,他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锦招的感情,只是将其当作妹妹,然而吴幻在得知他的态度后,非但没有斥责,也没有强迫,只是让青木回去再考虑考虑,这不禁让青木十分不解。 这就是传说中暴风以前的宁静吧,随后便找到锦剑谈论此事。 两人谈论之后,青木直言想要将太苍神枪赠于吴幻,那样便能省去许多麻烦,可锦剑却不这么认为,他觉得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,赠送神枪这样的事情,还是缓缓再说。 随后,锦剑便辞别青木,可却遇上了自己的妹妹锦招。 锦招对着他一阵追问,到底为何青木不喜欢自己? 这才得知原来青木早已欣许后池,锦招顿时感到气恼不已。 要让着要找后池秋后算账,这让锦剑顿时也感到无比的郁闷。 这一边后池在青池宫里,因为担心青木的安危而感到忧愁不已,凤然与长却见此便前来逗乐后池,可他他好不容易有些笑意。 此时锦招却突然来到青池宫大喊大叫,后池本就厌烦此人,线下更想要前去教训一番,还好凤然及时劝阻住。 于是后池思虑过后,还是换上一身滑衣前来接见锦招。 然而锦招大闹之后,迫于后池的神位比自己上等,便不好多加顶状,加上那日天雷的经历,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青木已经与自己订婚。 他所带来的丫鬟更是直言,北海上军只是不愿破坏两宫的关系才不说,锦招本以为后池会知难而退,却没想到他却再次以天雷的事情威胁自己,最终只是灰头土脸地离开青池宫。 看来与神君一比,锦招的肆意妄为瞬间没了气场,森招来到渊林沼泽见三手火龙,正当他准备将青春之力交给对方的时候,却突然收回再次叮嘱三手火龙要谨言慎行,在还没有晋升上神之前,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 三手火龙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,与此同时天宫的锦阳来到这里,三手火龙本想冲动地前去教训一番,却被森招当即劝阻。 不过就在他离开后,三手火龙回想往事,瞬间又气恼不已,便直接想要去找到锦阳,让其知道自己的厉害。 全然忘记刚刚森剪交代的事情,这样的记性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,由于锦阳消失一夜,目光便召集众神前来商讨此事,锦阵却忽然萌生遗迹,向天帝推崇让青木前去营救,而青木身上恰好有神枪,于是天帝也答应下来。 不过,青木却要求天帝答应他一个条件,目光思索过后也应允下来。 所为何事,其实目光心中也若有所思。 这一边后,池仍然为青木担忧不已,在得知他有机会退婚时顿时感到欣喜。 这时,凤然表示,自己打听到了百玄的下落,于是二人便决定前往渊林沼泽。 而此时,青木与锦剑也恰好来到此地,四人当即遇见,只不过凤然与后池并未发现青木二人。 正当青木想要上前面见后池的时候,却被锦剑当即拦下,他忽然心声一记。 景剑伴侣没有一个,不过鬼点子倒是不少,只见景剑忽然出现,直言青木被妖群包围,让凤然与自己前去支援。 而借口后池凌厉低落,只要留在原地。 他们离开后青木便来到此处,故意吓唬后池一番,但竟惹得心上人生气,也就好在青木生的俊俏。 没多久便哄好后池,两人在这荒阳之地再次久别相拥。 那一对甜蜜相拥,而景剑和凤然伴嘴过后,他便跟着凤然前去祭拜之前保护凤然的老树妖。 虽然景剑并不知道树妖所谓何方人物,但听着凤然对此妖军的赞美来看。 他便好奇地询问起来,凤然随即便说起自己自幼遭到抛弃,因为孙云与景阳的大战,还导致此处伤亡众多,而老树妖正是为保护自己而惨死。 所以凤然也对孙云以及景阳恨之入骨,巴不得将二人杀害为老树妖报仇。 景剑听后也十分心疼凤然的遭遇,随即便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性命为兄长弥补过错,但凤然即便厌恶天供,也不会错杀无辜。 这也是凤然的忧愁,虽然景阳做错了事情,但他却没有迁怒于景剑,另一边青木将自己退婚的办法告诉后池,后池听后顿时为难,随即便将凤然与景阳的杀亲之仇说出, 青木听后顿时惊讶,只好再想想还有无更好的办法。 然而此时三手火龙的手下前来,将二人带回洞中。 谁知青木一见到景阳,便对其一阵涅打,几个小妖只好去禀告三手火龙,随即青木便放下景阳,没想到反而遭到景阳的嘲讽。 后池不愿解救此人,正想带着青木离开,却发现门早已被火龙设下结界。 于是,后池便想到一个办法,将火龙引来,此法便是利用景招而引来雷杰。 不得不说后池这招确实够损,可对待这种人就是量身定制。 三手火龙见到洞中出现雷杰,返回一看竟是被后池与青木欺骗,便想将二人灵力吸光柱自己上升。 另一边,景剑发现凤然,正是当年救自己的恩人,正当他想要询问的时候,天空却忽然出现天雷。 这道雷来得还真是不凑巧,凤然当即便认定事后持有危险。 两人只好飞奔前去三手火龙洞中。 凤然这也才得知,景剑来到渊林沼泽的真实目的,原来是为了营救景阳,但他也不会放过杀害景阳机会。 不过,景剑毕竟是景阳的弟弟,自然不愿看着兄长被杀害,于是对凤然进行阻扰。 而青木与后池知道凤然的仇恨,所以并不阻拦,但凤然思虑过后,还是决定为大局着想。 三手火龙剑凤然不愿杀害景阳,顿时觉得此人留着没用,便想将几人一同杀害,可与此同时他的雷劫却正好到来。 于是他便无暇顾及这几人,然而后池担心他进神后会残害众人,所以当即让青木等人上前阻拦。 三手火龙被破坏了进神,顿时恼怒不已。 于是凤然便带着几人来到天启当年部下的阵法避难。 不过此处仍有余微残留,好在青木带着神枪抵挡住这些。 过后,景阳渐渐渐与凤然如此亲密,便讽刺凤然不要痴心妄想。 这顿时惹恼凤然,他直言今日放过景阳,无非是看在后池与青木面子上,他日定会取其性命。 霸气的凤然果然是震慑全场,景阳这番也真是没事找事。 不过后池此时看见月迷的实相,却忽然觉得有思熟悉,又仿佛听到月迷正在呼唤着上古的名讳。 而后池静不自觉地去握住月迷的手,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六万年前他与月迷玩闹的场景,心中不禁感到疑惑。 两眼相望之人,此时却无法相认,这真是最悲伤的事情。 画面一转,三手火龙发现几人仍旧存活,于是变发疯似的要杀害众人。 青木随即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神枪打退火龙。 青木本不想带景阳回去赴命,可凤阮却表示,一切都等二人婚事,定下再报仇不迟。 而后池也由于担心天宫做事不妥,便表示一定要同青木前去。 于是一行人便一同前往天宫。 这一边森简得知火龙失败,心中顿时气愤不已。 不过在得知青木中了火龙的龙溪时,心中倒也有思暗喜,随即交代火龙不能将今日之世道之天起。 青木顺利将景阳带回天宫,目光会遵守一开始的承诺答应青木的条件吗? 而他又是否真的就会死于火龙给他吓的龙溪? 天起又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? 老规矩,点赞转发,更多精彩内容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,更多精彩,点赞转发,更多精彩,点赞转发,更多精彩。